文章来源中国足球的那些事 早在去年10月下旬 中国足球圈就已经有部分消息灵通人士听到了 这一次足球反腐涉案金额最高的是李铁 它是唯一一个涉案金额达到9位数的 陈虚员是涉案金额仅次于李铁 陈虚员杜兆才合起来的涉案金额都不一定有李铁高等不同的风声 同样是在那段时间圈内也传出过 陈虚员可能被判死刑 李铁无期等描述 不过由于陈虚员还没有被放弃 后来又传出过他在里面待几年 有可能保外就医的说法了 现如今有关他的刑期就已经传出了15年 而李铁知道自己无期后选择发案的说法 也终于被捅了出来 为什么陈虚员和杜兆才的刑期很可能要比李铁低 杜和陈能爬到这个位置显然不简单 但是李铁就没有那么过硬的关系网了 而央视那版不断删减后播出的纪录片 对于陈虚员的问题只爆出了260万 对于杜兆才的问题几乎没提 通篇再说李铁的事情 把李铁定性为足球反腐的重要突破口 此前圈内曾经传出过 有官方面打算让李铁第一个出来审 第一个判 以他的刑期作为这一波足弹反腐的衡量标准 但最终之所以是陈虚员第一个出来审 最终或许也是陈虚员第一个正式宣判的其中一个因素在于 在这波足弹反腐落马的重量级人物里 陈虚员是忏悔态度比较诚恳的 也是对办案机关配合度比较高的违反犯罪人员 反观李铁的发案 也把他的事情弄复杂了 而这一次不光李铁发案了 还有部分落网的前足协官员 也是在审完后发案 有些事情又开始重审了 有些人又被牵扯出来 而李铁的事情复杂就复杂在 他犯的有些事处于模糊地带 通过央视的纪录片 李铁带华夏和武汉两次冲超 带队打假球被公开 但是通过央视的纪录片 我们可以看到 当年华夏打假球 首先是俱乐部高层 乃至是集团高层受益的 对方俱乐部是梦惊联系的 对方球员是正宾高摇去联系的 钱是俱乐部花的 给对方俱乐部送钱的是梦惊 给对方球员送钱的是正宾高摇 一开始或许是为了寻求宽大处理的可能 李铁把一些原本跟他关系不大的事 也扛下来了 但现在李铁发案后带来了一些疑点 由于华夏当时操纵比赛的主意 不是李铁出的 对手不是李铁亲自联系的 转出去的钱不是李铁掏的 不是李铁送的 俱乐部的法人不是李铁 那么华夏当年打假球这一点 怎么给李铁定罪呢 而在足球反腐记录片里 关于卓尔冲超那一段 前卓尔集团高层兼俱乐部董事长 田旭东明确表示 打假球的主意是李铁出的 但是卓尔当年打假球 李铁有建议权 没有拍板权 而在卓尔收买对手的过程中 跟对方俱乐部联系的 是田旭东 以及另一名前卓尔高层 联系对手球员 教练的是郑斌 新风 李铁既没有去联系对手打假球 收买对手打假球的钱 也没有过李铁的手 当年卓尔打假球的事情 给李铁定什么罪名呢 难道俱乐部通过打假球 获利的罪名 都算在主教练一个人头上吗 李铁为了当国家队主教练 自己给留意一百万 俱乐部给程序员送二百万 被央视的纪录片曝光 这二百万是俱乐部出的 以什么罪名算在李铁头上 而他和刘逸之间的一百万 肯定超越了普通的人情往来 但是在国足选帅这件事上 刘逸没有决策权 当时参与选帅 是朱广乎担任组长 李春满 魏克星 欧楚良 沈祥福 负责面试工作 如果现在把李铁和刘逸之间 这一百万 算作他当国足主帅的敲门砖 那么朱广乎等当时参与选帅的 为什么没有被追责 而李铁带国足执教的时候 跟足协签了一份四百多万欧的合同 剩下一千六百万欧左右的合同 是跟恒大签订的 如果李铁当国家队主教练 跟恒大签约不违法 那么李铁当国家队主教练 跟武汉签六千万的合同 就违法吗 如果有官方面判定 李铁在国家队当主教练 跟武汉签六千万 是违法行为 按照同样的标准 现在要不要把李皮 在国家队当主教练 跟恒大当年签的合同 也好好查一查 同样是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中 提到了李铁 在跟武汉签了六千万的合同之后 有四名武汉的球员 进了国家队 但这四个球员 到底是有人够得上国家队的水准 有人不该进国家队 还是四个人都不该进国家队 还是四个人都能进国家队 这由谁来判定呢 难道仅凭田虚东的一句话 就彻底定性为 四人都是关系户 四人都是通过机缘运作的方式 进的国家队吗 如果国家队主教练 都没有选球员的权利 那国家队名单谁定 何况李皮执教国足的时候 小李皮也曾经打着他老爸的旗号 去签约球员 而这些被小李皮签下的球员 不少人也陆续进了李皮的国家队 被考察 难道同样的事情 洋人操办可以睁之眼闭之眼 中国人干就是违法乱计吗 而李铁无论是在武汉 还是在国家队执教期间 他曾经跟一些球员说过跟我混 保你进国家队 跟我混 保你什么什么 但是在中国足坛 主教练老总跟球员说 这话太常见了 如果这也能定罪 那中超至少半数老总 恐怕都能被查出问题 而在绝大多数时候 李铁没有告诉球员 必须要跟大家公司签约 但很多回 李铁的经纪人朋友 会给球员打电话 进行暗示 懂事的球员就知道怎么办了 也有一些不懂事的球员 逐渐远离了李铁的球队 当外界对李铁利用经纪公司 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炒得火热 可负责操办的人 一直在国外 没有接受过办案部门的调查 依旧继续跟不少中超中甲俱乐部有密切合作 这一点是否足以给李铁定罪呢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所有已经摆在桌面上跟李铁有关的事情 被实锤的只有给刘亦乃一百半 其他事情按照法律来都很模糊 作为昔日中国球员的天花板 也是中国年轻教练里 职业前景昔日最被看好的 李铁走到这一步 让很多专业人士唏嘘不已 但他犯了错 不代表所有莫须有的事情 都要往他头上扣帽子 网络上传出的 有关李铁老婆龙飞跑路去美国 拒绝退赃 李铁第三个孩子 是英国老婆生的等谣言 也应该被澄清了 李铁的三个孩子都是龙飞所生 龙飞一直在沈阳 李铁的财产基本上被龙飞掌管 很多钱还趴在国内的账户上 而所有在国内账户上的钱 想不想退赃 根本就由不得李铁和龙飞怎么想 被各种无厘头说法越描越黑 李铁最终会遭到什么量刑的责罚呢